农历5月7号是巧慎先师圣诞花莲圣能宫举办了祝寿团拜仪式 简安香港游淑珍特别前往参加 也感谢圣能宫在致力建筑工程完善之余 还扩大任养了路灯协助地方的建设发展 让简安乡亲感受到宫庙传达的正向能量 花莲圣能宫主寺巧慎先师掌管营造土木工程平安顺利 农历5月7号是巧慎先师圣诞 圣能宫特别举办了团拜祝寿仪式 每年的5月7号就是我们巧慎先师的圣诞 巧慎先师距离今年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 我们巧慎先师俗称就是鲁班宫 就是我们迎建土木所祭拜的祖先 长久以来就庇佑着我们这些弟子 委员大家身体健康工程顺利 事业宏土大展 希望今天在我们各界长官的支持之下 可以给我们圣能宫更大的助力 来发挥我们圣能宫的先师精神 把所有的工作逐步给他完成 吉安山长游淑珍亲自前往祝寿 并感谢圣能宫扩大任养路灯 协助地方建设发展的用心 圣能宫坐落在吉安 让我们所有的营建土木 以及所有的建设等等都能够圆满 尤其有了大众的爱心之后 针对于地方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监督 专业能力的协力以外呢 也开启了路灯的任养 从111年100多盏的路灯 进行到今年112年 任养了240盏的路灯 让我们在建设的铺层面上面 更挹注了安全回家的这样的一个建构跟建制 所以今天是我们巧胜仙师 这个圣诞千秋 所以跟着我们的信众大者一起来参拜 再次祈求整个吉安 能够风调雨顺建设圆满 也带来乡亲平安顺利 巧胜仙师祝寿大典 还包括了先元郑乾隆林元傅 乡名代表张义万杨继言 还有圣能工管委会干部 以及信众 虔诚上香祭拜 祈求巧胜仙师庇佑地方 各项建筑营造土木工程 可以圆满顺利平安 借旅会节安相报道